欢迎收看东森夜线新闻 马上还是来关注的就是俄乌的最新状况了 俄罗斯政府他封锁了境内使用脸书 推特等等的社群媒体 这让不少俄国的民众对乌克兰遭受战火破坏的情况是一无所知 因此呢在网络上 有駭客组织他们发动了网工 要全球民众发送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给俄国的使用者 来传达俄乌战争的真实讯息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突破俄罗斯总统普丁所设下的网络帖幕 而俄罗斯在19号的时候呢 才动用了一枚匕首极英素飞弹来攻击乌克兰西部的一处弹药库 结果隔天20号他又再次发射了极英素飞弹 这次的目标是击毁了乌克兰南部的一座燃料库 那这代表俄军已经连射两天使用了匕首飞弹来进攻 好其实这一次呢 极英素飞弹研发之后他第一次使用在战争上 那他的飞行速度呢是可以到音速十倍 而且他的飞行轨道比其他飞弹的弹道是来得更低 现今的雷达防御系统还没有办法侦测得到 不过俄罗斯他们持续是在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力坡来进行无差别轰炸 最新的消息就传出有一所艺术学校他遭到炮击 那里头四百多名老肉妇孺是躲在里面 多人就被倒塌的建筑物给活埋情况相当的危急 另外呢俄军他们还强行带走了上千名逃难中的平民 送往俄国偏远城市来当努工 并且拦下吴国当局派去接送难民的车队 这严重也违反了人道原则 还有乌克兰西部临近波兰的城市利沃夫 他继星期五国际机场附近遭到俄军来发动空袭之后 星期六深夜市政厅也受到了攻击 结果呢就这样子期货燃烧了 为了避免连外道路被俄军给截断 利沃夫当局是紧急将所有的高速公路的路标给遮起来 以混淆俄军的进攻方向 要争取更多的抵抗时间 还有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是当地的造船重镇 曾经建造了至少有九艘的航空母舰 就连俄军和解放军的航母也都有出自尼古拉耶夫 在地理位置上呢他更是南边的重要屏障 不过18号清晨有一座军营呢 是被俄国的导弹给袭击变成了废墟一片 当时至少有200名军人是正在休息 根本就来不及逃 估计死伤超过百人 好所以现在呢俄罗斯派出了自制K-52攻击直升机 和SU-35战机全面进攻乌克兰 是从海陆空要三面夹击 甚至使用了精密的仪器发射火箭导弹 希望可以一一的击破乌军的防线 不过乌克兰也是有反击的 除了摧毁的数量的装甲车之外呢 他们呢也是击落了俄军的K-52武装直升机 另外大约呢还有60位的俄军被击退 而外媒报导在白罗斯呢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医院 停射监视已经没有空位 当地的医护也透露 有超过2500具的俄军遗体 透过火车和空运送回俄罗斯 开战至今除了军事上交火猛烈 官方透露是目前已经逮捕了127名亲俄内奸 他们多半呢是乌克兰公民 但是被吸收成特务收集情报 因此现阶段走在路上呢 任何可疑人士都可能会被警方拦下来盘查 也怕有亲俄内奸潜伏 未装成难民来逃离 乌克兰立抗俄军 除了两军前线交火之外呢 网路上也风传有一名乌克兰士兵 他潜伏在俄军占领的区域 偷走了十几部战地厨房车 让俄军断粮阻断后援 还被称作呢是盾内刺客肥猫 更有一名日本的漫画家呢 就帮这一名乌克兰士兵画了插画 晚间最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二十号接受了美国CNN的专访 他除了再次强调已经准备好 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丁来进行谈判之外 他也说如果停火协商最后破局 那就意味着俄罗斯和乌克兰 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事 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请搜索